你要知道台湾有多少公司是5人以上没有劳健保 都是叫员工去什么去工会保 所以我要跟你讲 你的老板如果付钱给你说都不是用汇款的 都是用现金的 尤其是什么 底薪给你用汇款 业绩奖金用现金的 这些都有问题 所以呢 劳健保低报 为什么劳健保低报 我跟你讲 这个也是台湾政府搞出来的 这个在上一集我就已经讲过了 那有一些酸民就骂我 这个钱本来就你该付的 你怎么会把这个劳健保费用 灌在员工的薪资上面 你这都听不懂 我说什么 你真的是 我这样讲好了 你在买车的时候 你会不会买车的时候 你会考虑到这台车的保养的费用 还要多少钱 这台车如果只要100万 可是每次保养它1万块 这部车你会买吗 100万的车每次保养就要1万块 你是头脑是爬带的是不是 所以你在买车的时候 你一定会考虑到养车到底贵不贵 老板在用员工的时候 当然会想到这些钱 我如果请一个3万块的员工 我居然还要再另外帮他付 劳健保付5750块 那其实对老板来讲 他就付35750 我这样讲不对吗 你换个角度想 你去买车你就知道 一年我要保养三次 一次要1万 那我一年就要3万了 有钱还要计算 你不是很会算吗 钱不是你出了 你就故意漏掉都不用算 是不是这样子 老板当然要算啊 所以事实上 如果今天你薪资是领3万 我还要付你的5700多块 你老健保 代表就是我有能力 在一个人的人事上面 付掉3万5700多 我们先不要讲什么 业绩奖金 我们不要讲那个什么年终奖金 都不要讲好不好 就讲说这家公司很抠啊 只给你薪水啦 不给你业绩奖金啦 其实一个公司 你以为说你一个月领3万 然后扣掉一些 有没有还领到2万8千多 一年下来大概就是赚个 差不多30万出头了 但是对于老板 老板不是这样算 他是3万5700去乘以12 好不好 你领了将近快40万 一整年下来是差很多 你看5700乘以12 对不对 30几万 36万左右啦 是不是 好那我要讲一件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弊端啊 这个钱其实 我之前就已经讲过 社会福利本来就是应该 要保人自己要缴钱 对不对 健保是谁要缴 健保福利是在我身上嘛 当然是我自己缴钱啦 我叫老板缴干嘛 对不对 那你一定会讲 我一个月只有领3万 还叫我缴这些5700多 你叫我去喝西北风 所以这个要配套措施啊 今天如果说 社会福利给当事人自己去缴 这个才是正确 我讲的是原则 好不好 我讲的是一个原则 今天要保人自己缴社会福利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怎么会叫我这个雇主去缴呢 好 那员工还缴这个钱 他不是喝西北风吗 你就调高最低薪资的 那个你从2万4千 给他调到3万嘛 3万5嘛 你敢调我就敢给钱啊 反正我就不要付那个劳健保 让员工自己去付就好了 对不对 你就羊毛出在原上 因为对我来讲没差嘛 今天如果是你实领 3万5千7百五 但是劳健保你自己讲 对我来讲有差吗 完全没差 而且怎么样你知道吗 我没办法低报 我一定给你报3万5千7百五 为什么 因为呢 这时候呢 老板的想法就会不一样 因为我年底要报税啊 我这你身上确实给你3万5千7百五 我怎么可能去报一个2万4 那这样谁收益 劳保局收益 健保局的收益 每个月收到的缴费都提高了 不会去 每个人都给你缴2万4 难怪健保会倒嘛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我讲到这边还没 逻辑有没有人听不懂了 我们要把那个低报的那种诱因给拿掉 是不是这样子 老板就没有那个意图 想要去报2万4 你今天如果叫我报2万4 你叫我缴老板就很聪明了 那我只要报2万4 我就可以少缴一点 你薪资假如说你是领3万5 领4万了 领5万的 很多公司都还在报2万4 所以劳健保会倒嘛 你就控制定这种法律 你就有漏洞啊 那就没有劳动机查 劳动机查没有出来啊 去查你的薪资 查你的那个什么银行账户 你说你领2万4 为什么公司一个会3万5给你 为什么 为什么公司会3万5给你 你解释给我听啊 我讲不出来 讲不出来就老板的问题了 我先不要说劳健保 为什么会亏钱 但劳健保有一部分会亏钱 就是因为这样子 我请问你 如果是这样老板还会低报吗 老板不会低报 他恨不得报你的实际拿的薪资 因为这个跟我年底 要缴多少税有很大的关系 我明明一个月给你35750 我绝对不会报2万4 因为到年底就差了20%了 我还要再多缴给国税局 这样把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逻辑 再去套用我前几天讲那支影片 这样你们有没有听懂 各位有没有听懂 还是你要讲说 那这3万7千 我的5千7百 我本来就你应该付了 你去健保局拿药 那药是我在吃的吗 钱为什么是我在付 你的劳退退休金是我拿吗 不然为什么我要帮你付劳退 是不是这样子 那你可能会讲说 我还负这个我一个月了 那就调高最低薪资啊 把2万4调到3万吧 那是不是皆大欢喜 所以落实劳动稽查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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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